那一年相遇里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飘赞看着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让我不要再清晨 这两年实行超马的一个结果 亚军 我来自台南 然后我本身有参加高雄国内的机会 那就是在这两年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真的很感恩 有这个机会 能够接触超马 我本身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然后十岁的女儿 那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下我女儿 其实当初两年前我接触超马的时候 天地马上就给她开窍了 所以她在课业上面其实都不需要我们烦恼 那到目前为止她都保持大概一二年的成绩 那很多时候跟她讲什么她也都会听 最近就是在家里生活的日常生活方面 她有一个很贴心的小动作 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在吃晚饭 那我有接到客户的电话 我出去讲电话 那回来的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 要发现什么东西不见了 那我想说什么东西 我婆婆就掀开那个电锅的盖子 我的饭菜在里面 然后我婆婆就说 那个是我女儿把它钻进去 让她保窩 然后我就当下听到就觉得 哇 有点好贴心喔 不错不错 只是我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是在一般家庭里面 不太可能发生在 10岁的小孩子身上的一种行为 那真的也很感恩导致的教导 那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的言行举止 小孩子也都是真的会看在眼里 然后今天下午我儿子 就是她是我们家年纪最小的孙子 所以阿姑妈妈还蛮很爱的 那在生活当中就是会有一些行为 让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再更好 那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 今天下午她就是有一点季节变化 然后可能有一点那种需要去用一下卫生纸 然后我就她就很懒多又不喜欢 可能可能就是她会耍賴皮 可是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 我就直接跟她讲说 弟弟你这样子我听的我会很难过 你确定你不要去洗一下鼻涕吗 她就真的很乖的把东西放下头去洗鼻涕 所以我已经实验很多次了 只要我说我过我先生 就是说你这种洗鼻 或者是你们两个这种讲话 我们听的都会很难过 他们就会马上的去改变他们的洗鼻 所以很感恩天地 让我的小孩真的是蛮贴心的 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公公婆婆 我公公就是在早上跟 就是平常小孩上下课 我公公都会接送他们 那个是我公公的工作 然后婆婆晚上会煮饭 所以我基本上真的是还蛮幸福的 那在先生跟夫妻 就是跟先生的夫妻关系 其实我真的能够感觉 我先生可能上辈子欠我的 所以她就是做很多的事情 其实你都会觉得自己还蛮幸运 你能够遇到她 可是问题在于说 其实我现在分享的这些 在两年前我还没有遇到超马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我是很多次的想要遇到 你们会觉得 哎哟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惜福 可是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以前的逻辑观念不同 我会觉得一切就是以金钱赚钱的多果来论断 然后论断一个人是否成功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应该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然后就是家庭不重要啊 然后亲子关系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以前曾经有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就是觉得不要叫我就是在家休息 不要叫我放家要陪你们 我就是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工作上面 然后赚更多的钱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逻辑偏差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我会觉得一切就是 就是依薪水高低来讲 可是进了超码之后才让我去省思 比如说像有一次 我就突然再上超码相关的课程 然后突然有一个灵光乍现 就觉得说 如果我把时间 以前婚线到65岁的时候我退休了 我没有工作 我工作已经到一个段落了 那个时候我还剩下什么 我就发现我好可怕 小孩那个时候已经30几岁了 他也不会再听我们讲话了 对 然后你想要跟你的生活当中就是 突然会变一片空房 那人生我们追求的这些钱有什么用 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开始 从老师教的步骤一二三 然后开始掺和 那我自己以前怎么会这么的短见 然后就觉得说很多的对不起 对不起我的家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每每想到这些我都觉得很难过 虽然现在生活非常的美满 可是总是会很愧疚 那当然就是说现在是一直不断的去补偿 那就是让运用场马的所学的所有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去应对 让自己的生活是充满智慧 其实老师一直会跟我们讲说 天地其实都会考试 考你有没有过关 考你有没有明白 那我都会觉得说 欸真的遇到很多事情 那个是千分之一秒 就看你当下的反应 你有没有如法失修 那这是我家庭的部分分享 那另外啊就是 亚军从事业务的工作13年 那这两年呢我真的是收到非常多的领悟 以前喔我在业务的部分啊 要非常非常的辛苦 然后花非常多的时间 可是啊现在运用场马的方法 其实喔我的客户都觉得 因为我改变就是改变很多 都是在讲话的部分 变得比较柔 以前是非常的锐利 因为女强忍嘛 总是会觉得总是给人家很很厉害的感觉 可是喔我在超马学习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学会了一个词 那就是柔能克刚 其实喔我们女孩子 真的就是你用柔的方式 也一样可以达到我要的结果 只在于说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去做运用 那在工作上面啊 就是最近啊有一个很很长足性的一个进展 就是说我除了本身做业务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带团队 那我们公司就是带团队 它是会有奖金的 那以前啊我就会很想要做这一块 可是当你的能量还没有蓄足的时候 其实人跟着你其实留不住 那在去年就是有一个契机 那就我底下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都会觉得说 因为我就要用超马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然后用地质规的方式去发现 生活当中有什么地方是可以修正的 然后运用超马所交的所有方式 人开始他们是愿意跟着我的 然后慢慢的就是我们大家共同一起打拼 很多时候他就会觉得 欸你讲的跟你做的真的是一致 我举个小小的例子就是 最近啊我们就是要共同去高雄开火 那开完会之后啊 就是我们主管要 就是小主管要留下来再开一次火 那就让他们先回去 那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带你们因为他们有六个人 我就说那我带你们到高雄的火车站 去坐火车 你们就不用走这一段十几分钟的路程 那因为我妹妹她跟我同样公司 我妹妹她是给我借 就是当下她为了省钱 因为那一个事情是我们停车场出来之后 要重新计算 那重新计算我开会不知道开多久 我可能还要在另外再收个一百多块 我妹妹想说你不用为了载我们 全部去火车站之后 你再回来再停车再花钱 可是我在例子规里面学到的是 我们要以人就是以得待人 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的觉得是我要带他们去 让他们 我应该是说我舍不得 让他们走这段路 因为我自己都会觉得 如果有人带我那多好 我不用走路 不用晒菜 我不用流汗 那我就跟我妹妹讲说没关系 就是我就带你们去就好 其实在当下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可是我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己所欲施于人 这是我在超马里学到的一句话 既然我觉得什么样最好 我就是这样不对在我底下的人 那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天地要给你的 你真的想不到 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 我在今年年终的时候 就是跟去年相比 今年领的非常的不错 等于就是我以前可能要做三倍的业绩 才有今年的年终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那在这些部分 其实天地给了一切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这些都不是我们很厉害 其实导师教我们一切都要谢天 那我觉得也要真的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导师的视线 因为没有导师他 藉由他的嘴巴去教导我们 而且他一直要求我们要落实在生活当中 一直督促我们 那我真的很感恩就是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 超马他就是像一座宝山 那太阳神德老师他就像一个很好的引领者 我们只要跟着他的脚步走 然后我们如把师兄 其实很多时候 生活的顺遂是很快就可以来历的 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 那生活的智慧在这里绝对可以增长 因为我会觉得外面有谁会愿意教我们智慧 我真的觉得在这里我的智慧成长很多 对那我讲的都是我的故事 很希望说大家如果有听到 你还没有进入超马的人 能够进来多多了解 做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展开另外一段不一样的旅程 谢谢